大家好,我是时光波合的Able,欢迎收看今集的一周标试 时间如流水,我们中国人说时间过了就不会再回来 所以我们带的换标很多时候都是希望帮助我们自己好好地掌握时间 制作换标的人很多时候都有他们自己做标的哲理 有一个品牌叫HYT,他的始创人希望将时间如流水这个概念放在换标那里 可能大家都知道,水或力液体和机械的钟标真的是一个天敌 因为他们会影响机械的结构,令到它不能正常的运作 这位HYT的始创人偏偏希望动用最新的科技,用一些液体去显示时间 但是他在2012年首次推出这个液体显示时间的换标的时候 就已经是拿了这个日内瓦钟标大赏的一个创意奖 之后的8年他都推出了不少款式 今次我们想说这一换标,它叫做H20 是一只红色的模特 我们看看这只换标,它本身的标殻直径都很大 是51毫米闊度,然后厚度有19.95毫米 我们可以看到整只换标其实是一个玻璃罩 因为它可以让我们看得很清晰,看到整只换标如何运作 因为这个机芯本身都大有来头 他们是由HYT和外比的Gurian Pepe先生 一位近代非常出色的机械换标设计师 一起去设计研发的一个机芯 整个概念其实是用了传统的机械碗标对于走时的计算 即是用摆轮,油丝,琴纵系统 以及通过Gear Train 去计算这个时间 而显示时间方面 就是用了这个新的技术 在碗标那里我们可以看到有两个很抢眼的风琴式的鼓 这两个鼓本身就是用了一种很特别的电沉绩技术制作的合金去做 而这两个鼓本身一边就是装了这个红色的液体 而另一边就是装了一些透明的液体 通过压力和一种叫做太空科技的速度感应技术 就令到这个液体是移动来显示那个时间 这个碗标现在我们看到应该是两点钟 中央那里我们看到有一支分针 这支分针是一支Jumping Minute 而摆在轮位置就放了12点钟 因为这个碗标本身是用液体去显示时间 所以温度对于液体是会有影响的 在这个标的左上方那里是有一个温度计 如果那个碗标是低于15度的话 它会显示就会建议你要带下碗标 令到碗标的温度提升 如果这个温度是高于15度的话 那碗标就可以正常地运作 标官都是在三点钟位置的 它有三个位置 分别在三点钟位置有一个显示 就是HN和R三个英文字母 H就是R 即是当标官拨出来 去到R那个点的时候 你就可以交换那个时间 N红色那个就是neutral 就是全角标官 按进去 就是平时正常的位置 而R就是rewinding 即是给你上链的 那这个碗标是手动上链的机械机身 它那个标的背面 我们可以看到有两个发条股 这个碗标是可以有八天的动力 一百九十几个小时 在那个发条股上面 是有Power Reserve Indicator 分别是写着一个high一个low 那我们就可以看到 究竟那碗标 大概还剩下多少的动力 这个碗标限量是做五个 它的定价 就是瑞士法郎的九万五千元 折合港币大概是八十万零七千五百元 千万不要忘记得 还要说一句 就是这一标原来都是防水的 它是可以防水三十米的 好了,今天星期日周表时时间差不多了 多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